水浒中第一神型高手 戴宗根本追不上他 结果被鲁智深一缠杖打翻 梁山108位好汉 并非各个都是功夫高强 还有许多都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绝招 这才能够在梁山立足 比如安道全是凭借医术上山 京大街和肖冉也都是凭借自己的拿手绝活上山 同样的也有戴宗 他是凭借自己的神行术 跻身天罡之列 戴宗和吴用是旧时 宋江去江州所牢的时候 就是因为吴用的一封书信 才免去了一顿沙威棒 戴宗被人称为戴院长 又因能够日行八百里 因此被人称为神行太宝 梁山大巨一之后 戴宗排名梁山第二十位 徐天罡之列 戴宗凭借着自己的神行术 在梁山上颇有名声 成为了梁山情报处的畜场 是情报机关的第一员头领 后来在梁山的各场战役中 戴宗虽然不曾参战 但是他给宋江等领导传递情报的功劳 还是不可磨灭的 当年公孙盛第一次离开梁山的时候 遇到了杨灵 就介绍他上梁山 在给杨灵介绍梁山情况的时候 公孙盛就重点介绍了戴宗 以至于之后杨灵一眼就认出了戴宗 戴宗的神行术文明久矣 但是他实际上并非是水浒传中的第一神行高手 宋江一伙接受招安之后 被派去征刺寇 在攻打田虎的时候 遇到了田虎手下的一个法师 此人名叫马灵 他才是真正的水浒第一神行高手 马灵绰号神居子 又称小华光 他和戴宗不同的是 他不仅精通神行之道 他还懂法术 是田虎手下的第二号法术人才 那马灵是桌州人 素有妖术 叫他烽火二轮 日行千里 因此人称他做神居子 又有金砖法 打人最是厉害 凡上阵时 额上又献出一只妖眼 因此人又称他做小华光 术在桥道清之下 马灵会神行法 做起法来脚踏风火二轮 能够日行千里 而戴宗最快也只能日行八百 可见和马灵也有很大的差距 卢俊义带军攻打马灵的时候 由于马灵法术高强 接连打伤了雷恒 郑天兽 杨琼 石秀 娇婷等数员将左 卢俊义也拿他束手无策 由此可见 马灵不只是会神行 打起仗来也是绝不含糊 后来公孙盛和乔廖亲 前来相助卢俊义 这才打败了马灵 见自己不敌公孙盛 马灵就做起神行法逃跑 戴宗见状自然也做起神行法 前去追赶 但是戴宗速度根本比不上马灵 很快就被马灵甩在了身后 正在马灵逃跑的时候 恰好撞见了鲁志申 结果被鲁志申一缠仗给打翻 这才被情获 一路上马灵都听到了鲁志申说的话 后来又见卢俊义讲义气 于是就投降了 马灵战败逃生 信得会使神行法 脚踏风火二轮 望东飞去 南镇里神行太宝戴宗 已是双腹亭当甲马 也做起神行法 手挺普刀 赶将上去 请各间 马灵已去了二十余里 戴宗只行得十六七里 看看望不见马灵了 归顺之后 马灵交汇了戴宗日行千里之法 于是两个人一同前去宋江处报解 征王静之后 孙安报急而亡 乔道卿于是就要辞别宋江 马灵见了以来告辞 和乔道卿一起去往罗真人处前新修道 以终天年 每日更新 欢迎讨论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